非常吃丝滑 倒了肠吧 先试一下 可能倒不出来 你看 你说你说 你说 差不多 也差不多 大家好 我是ATL石油季的钟余生 我是豆豆 然后今天5月份 我们来到了那尔堂 然后听说他们 进出了几个新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退过来试一下 那我们今天第一杯 试喝的这个 是一个水果茶 它叫做什么 非常有五虾味道的名字 叫桃骨六仙 嗯 水果的香味 它因为它这个 叫桃骨六仙嘛 它里面是六种 六种不一样的水果 那我们能看到的 有这个 有这个orange 还有柚子 柚子 青柚西柚 有一个草莓 还有葡萄 葡萄 对 它这个奶茶里面 就是有很多这个 这个果肉 有点像果年那种 果丽葱的感觉 对吧 今天中午吃了 比较油腻的 喝了这个水果茶 真的瞬间 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 所以说 属于夏天解暑的 非常好一个饮料来的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牛肉果 然后把它做在这个 这个饮品里 可是不常见 那我们赶快来尝一尝 咱们奈克堂的这个新品 这个坚果牛油果 这个看起来 像那个奶昔一样的 它不是流动液体的 倒了肠吧 先试一下 可能倒不出来 你看 太黏了 你拿着这个抠一下 拿着牛油果 量太足了 换上一些这个坚果 这个奶昔这个料很足 非常稠啊 嗯 有点像那种冰淇淋的味道 感觉吗 牛果冰淇淋一样 它里面的奶用的是酸奶 然后呢 它又加了果仁 所以那个果仁香 跟牛油果的香 再加上这个酸奶 口感特别的细腻 加上坚果的话 就既可以喝 还是同时有一种 可以咬的感觉 嗯 因为牛油果本身 它就是优质蛋白质 然后又加上这个 这个坚果 特别健康对吧 它们在一起这搭配 真的是入口满口的 都是香味 好好喝这一杯 那这一杯你看 做的这个颜色搭配 特别好看的叫做 紫玉山茶花 嗯 那我们赶快打开尝一尝 非常浓厚的奶香味 嗯 它有一股茶香味对不对 对 所以说它名字山茶花 嗯 这是它特殊香味 要跟那个山茶花搭配的话 就非常的协调了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甜甜的 都是紫薯和芋头的甜味 然后它还透露着一种 这个花茶的茶香 也是很适合夏天的 因为它这个 冰凉冰凉的 嗯 有点像那种什么 Starbucks那些那种 Frappuccino啊 它里面是冰冰来的 但是你可以吃到真实的那种 紫薯泥和玉米 就很棒 很实打实 你可以尝出来的 嗯 真实真亮 那我们今天录的这三款 那个芯片 都很适合夏天喝 这个水果茶呀 还有这个坚果牛油果 又有营养又好喝 还有这一款 这种奶昔 based的 这个紫薯玉米的山茶饮 那你最喜欢是哪一款啊 周生 我觉得最好的是 应该是最后 分开来说 最好看的话 最好看的话 它是最后一款 因为它像一股画一样的 嗯 然后呢如果说 我个人更喜欢呢 它是第一款 那个六仙水果茶 因为它取了很多 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有颗粒感的 而且它那个 营养丰富 有非常好的 非常多 那个比较稀的衣啊 对吧 嗯 对 我觉得 这一款呢 就跟别仙人喝的很不一样 因为它里面是这种 是带冰的 smoothie based的 嗯 然后 我最喜欢的是牛油果那一款 因为它就是里面打得非常非常丝滑 就是 嗯 然后还有这个坚果香 因为坚果本来跟牛油果 配在一起 它那个香味 就 我非常喜欢 嗯 然后颜色呢 也是也是 夏天的颜色绿绿的 所以我最喜欢的是牛油果那一款 好 那我们今天的新品测试就结束了 那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石油季 期待 下个月 奈飞糖的新品出现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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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